怎麼會如此的怠惰呢 見死不救 就是在南投縣的國姓香山區 三位大學生發現了這一個 人工飼養的台灣水路 他被獵人所設下的陷阱 困住了趕緊向這個相關單位求員 但是竟然沒有人力 眼睜睜看著水路慢慢死去 我可以幫他走路嗎 可是他應該有傷吧 一頭台灣水路誤觸陷阱 又前肢遭到鋼索纏繞 動彈不得 還因為掙扎而遍體淋傷 只能無助的趴在地上 不時看著三名大學生 很像是在求助 他受傷了 他的腳受傷了 三名大學生在南投縣 國姓香山區 發現這頭被陷阱套住腳的 台灣水路 趕緊向中央和縣府 相關單位求助 但打了好幾通電話 都沒有人願意受理 我們不太知道怎麼救你 而且沒有人要理你 打了超多電話 就是沒有人要理他 求助無門 大學生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 只能陪在水路旁邊 但水路的右前肢 腫大流血 還因為脫水 越來越虛弱 最後還是傷重死亡 眼睜睜看著水路 痛苦的慢慢死去 大學生心痛向媒體投訴 相關單位互踢皮球 害死水路 南投縣農業處也坦誠疏 南投縣農業處表示 這頭受困水路是人工飼養 不適用野生動物保育法 又因為能力不足 也沒有收養的機構 可以安置水路 當下才會沒有受理 但民眾痛批 見死不救 人血的讓生命流逝 記得蘇油雅南投報導